何清漣女士 听说您正在写中国大外宣的研究报告 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在海外动作频频 新华社在时代广场最显著的位置 租用了为期六年的大屏幕 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也搬进了纽约帝国大厦 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们很大的动作 因为中国政府一直觉得 在国际社会中中国没有话语权 所以他认为他们应该重金投入大外宣 然后在国外争夺话语权 那么中国的大外宣有一座旗舰 如果把它比作一次舰队的话 那么新华社和人民网应该算是 还有国际广播电台 算是这一次舰队里的旗舰领头言 以新华社为例吧 这几年在海外的迅速铺点 已经设立了1200多家分社 目前到年底的话 他在海外的工作人员将达到6000多个 所以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通信社 不过中国这个新华社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他和路透社 法新社 美联社都不一样 他没有商业末 至于不计成本 他只有政治意识形态宣传这个目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他和以前的做法不一样了 这个做法有一个词 叫做外宣媒体本土化 这个本土化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他们现在采用在这个新华社属在地 聘用讲当地语言的记者 这些记者熟悉本地情况 也善于用本地语言写作 也知道这个本地的读者爱读什么 他们就想把自己的政策宣传 还有很多意识形态内容 就尽量地用当地文化和当地的软性包装 就让外国读者能够接受 这一点应该说他们部分取得了成功 在北美新华社就设立了6个记者站 美国记者站招聘了几个美国记者 已经开始工作了 这一点他们应该说是从这个不点上面来说是成功了 每天发稿量也相当大 据说的每天是监禁发7000多条小信 但是新华社这个大外宣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新闻理念和西方的新闻理念完全不一样 西方的新闻理念是求真求实 就是中国恰好就是只剪宣传 真实的是放在很吃药的地方 他就是比如中国政府认为哪样有利于他 他就怎么样剪 至于事实怎么样 他就比较不管 这一点和西方的媒体理念正好是完全是对立的 就因为这一条所以海外正在太多扩张 这个以新华社为主题的大外宣呢 应该说他主要是要拿下这个英语事件 尤其是美国这个重镇 海外呢现在评估这个问题就是觉得 你不管你有多少钱投入 但是如果你一个媒体连真实性都做不到 还有就是连媒体自由的原则都不遵守 那么他的宣传效果会怎么样 西方媒体从业人员现在正在看 而且好多受聘的记者在新华社 或者在中国的外宣媒体工作过一段以后 他们也都纷纷离开了这里 离开了这里以后他们写了一些文章或者出书 反思自己的工作经历 就是他们在里面受到的限制 让他们如何做新闻产品 就是把他们和西方的社会人格格不入都写出来 现在最近法国记者写了一本书刚出版 去年一个英国记者写了一本书 都是我在某某地方的工作经历 这些东西在西方还蛮受欢迎的 我觉得这个大外宣正好是西方媒体 很关注的时候 所以我们这个报告推出来应该是正当其实